看钱 先三连 少分 不要钱 斩 赢了水牛逼 输了高比利 这里是比利君 这是一期由水友投稿面对所有观众的全新视频节目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比利复个盘 欢迎我这个职业选手 如实解说 盗贼登顶主播的视角来给大家复盘 并解析你们投稿给我的对局录像 看看你我思路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里 为什么同样一套卡组 我能打到国服第一 而你现在还投入在钻石舞的分段 你的操作有没有伏比亚 那种角色会更加好一点 这个节目会以第一视角来剖析你的打牌思路 希望能给到正在投稿的你 以及正在观看视频的所有起到一个教学的作用 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复盘红龙贼 最近好多小伙伴评论留言 说红龙贼打不过猎人 或者私信问我猎人怎么打 OK 既然大家对这个对局这么感兴趣 那我这个处分up主就给大家安排上了 今天的素材是一场转之四分段打提气链的对局 同时我会在复盘结束后附带一场我自己打猎人的实况 20分钟让你改变对这个对局的认知 会挖的红龙贼打猎人就是优势到能吊打 相信你看了这期视频之后 你不会再有打猎人是个猎人对局这样的错觉了 一期视频教你暴打一个卡组 那么让我们复盘正式开始 好像是输了的一场素材 这个起手留冰冷智慧卡扎库斯 因为连若人和腾骨患了 卡扎库斯打反应场 这卡扎库斯打猎人后手还是蛮厉害的 连若人打猎人不留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抢不过猎人 变了智慧的话 可以解掉那个猎人的那个2-3 的那个紫罗兰教师 还是很关键的 就是你打猎人 你必要知道猎人有什么牌 这里卡扎库斯换的不好 而且你这起手留冰冷智慧卡扎库斯 就是有风险 你没有暗影步 你没有减飞 你把冰冷智慧卡扎斯留了 对面不是牧师 牧师他的进攻性是比较弱的 你冰冷智慧卡扎斯又不能裸麦 你就是你打出去 你场面可能 对吧 你还拼不过猎人 你打出去 就是过个一两张牌 你甚至不能把场面给解了 对面可能给你的压力 让你不敢上这个冰冷智慧 留的比较好 要是我的话会留卡扎库斯 为什么 因为卡扎库斯四费 让一个回味节奏 在五费 他给你带来的压力 肯定是能把猎人 就是前期夺过去的先手给抢下来 这里 我有点想出这个 我有点想 但这个地方肯定是 想着这里角度其实比较多 我可能会考虑直接把121上去了 太让节奏 硬币翻刀肯定是不行的 硬币芯片也不行 就要么空过 要么上121 但是不可能硬币翻刀或者芯片 你硬币翻刀或者芯片 那这个联络人卡到死了 对吧 然后你还不知道芯片抽什么牌 你没有连击牌打了 那你这个121也一直用不了了 你翻刀的话 你下回合怎么办 就是你打冰冻把它冻住 或者说你不上怪 或者你上个121 我都能解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张很厉害的解牌 它就是一张 对吧 给你占怪的牌 你看这里上个121 对吧 它上个221 你下回合是不是可以硬币 行片加并了之后把它解掉 对吧 你这个东西可以给它换掉 你不会掉更多的血 但是你下个回合 如果你要 你说你要硬币行片 接奖品 解这个怪 那你这个联络人的价值 是不是非常低 这是为什么 我不推崇打猎人 留联络人的原因 就是你这个 留牌思路 还有一些小决策 都没有做到位 所以你们觉得打猎人难打 打猎人真的很好打 真的很好打 就你们打猎人 你们可能 有些小伙伴不知道什么时候 该结场 不知道什么时候 该该怎么怎么样 你看现在你怎么选择 你再翻个刀 再翻个刀 你爬一砍 他这个一费怪 换了你六连选 一个力人 一张一费怪 换了你六连选 你还怎么玩 对吧 你如果上这个 那你这个 联络人根本废掉了 你这里还来 通道两个行片 你看这联络人 根本没有出的机会 但是你打行片 那你看 这首肯定是打得不好 这一首 我要是我 我会怎么补救 我会硬币行片 接奖品录游者 我一定要战场 我不能再拖了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 你这样打 他一个一费怪 就能换你六连选 那这个二费怪 是不是再换你十连选 你肯定打猎人 是要跟他抢场面的 三倍之前 你不能把场面抢下来 你就是输 打猎人前期的场面节奏 肯定不能崩 你现在就是一直在让场面 所以说其实 他这种反场能力 很多的职业 你这个 他就是一个12100 你一费怪 就是可以直接扔 对吧 硬币不能扔 因为硬币可以帮你抢节奏 但这个牌 其实还好 因为手里 你减是比较灵活的 这边就很尴尬了 这边怎么操作 进退两难 那这里 我在想法打行不行 战怪也行 但战怪的话 这个暗影幕很亏 变了智慧掉吧 这手打的是对的 但这一刀就不要补了 直接过 这手打对了 这手打到目前 这个选项最好的打法 这水柔 你在直播间吗 你在直播间可以扣一个弹幕 对吧 出来接受大家的批评 公开处刑一下你 你知道你把这个观点 就是纠正之后 你上个传说 肯定没有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 你觉得令人难打 就是现在你的操作伏笔 对吧 有一些 那这幕还给你机会 那这里直接上 哎呀卧槽大哥 上扫把呀 上扫把呀 这里要上 你上这个降低后面的操作 操作的一个价值 就是你上扫把 你下后面抽了什么 魔战窃贼 对吧 抽什么 很多东西都有容错率 你这时候 再上一个这个 就是在让节奏 对吧 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场面能站住吗 站不住 你打 你一个三个 三叶三打 人家完全不用理你 他现在就进入到 抢血环节了 他三倍之前 抢完场面 四倍开始 他就可以走脸 现在开始 还在让场面节奏 对吧 那这里点掉 按一波收回来 再点掉 再收回来 这里其实你 本来打到这个回合 我暂停一下 你还能再补救一下的 你奖品 解 对吧 按一波收 解 三二撞 解 刀 看解 你已经把新手拿下来了 只要令人 他这个手牌 我们上去是要干 他几乎没有智商 对吧 只要他断了一到两回合智商 你归一波雪球 你就可以翻牌 你现在还选择打扫把 拖节奏 你扫把去 一三撞 一三撞 三二撞 全换 那你场上只剩一个三杠一 然后你还要掉一点血 你只有十六点血 但如果你打一个奖品是怎么样的 打一个奖品的话就是 人家场上是一个三杠二 加一个奖品 加一个313 你的场攻的话会多三点 然后你还不用卖这一连血 然后你还有一个三杠二可以走到脸上 对吧 当然我不建议上鞋子 这个鞋子肯定是上错了 我的意思是你就是 本来到这里你还能补救一下 但你这么打就是没有 没有再补救了 就上鞋子我还能理解吧 但是没上奖品是真的不应该 没上奖品真的不应该 奖品应该上的 那这猎人贼舒服 我靠 直接 猎人在干什么 这肯定冲犀牛了 这猎人有点贪 这样打也行 猎人在给机会了 你们觉得打这个对局难打 我再直播间强调一遍 我再说一遍 为什么会觉得打猎人难打 其实就是你打的少了 你不知道怎么打 他就是猎人操作 他再怎么打 他就是这波操作 但是我们盗贼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只要你把盗贼的细节 你不犯错 你这个卡组胜率 一下子就跨越一座大山 你就能把这个劣势对局 变成优势对局 就是我举个例子 两个没有玩过 红龙贼和T7猎的玩家 他们分别选了一套 红龙贼和T7猎 他们两个打 胜率是多少 那肯定是 红龙贼打猎人是猎势 对吧 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 但这种 就是暗费拍坏的快攻 肯定会更加的胜率高一些 如果你的红龙贼 打不过猎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 红龙贼玩的少了 玩的不够多 你肯定是有伏笔的 因为这个队军 只要一把操作打出来 他猎人他再怎么打 他一个回合 他决则就是 那么一张牌 两张牌的选择 但是我们盗贼 我们每个回合的选择 无限多 你看这个手牌就知道了 我们选择无限多 真的不要觉得猎人难打 你们再说猎人难打 我就要跟你说 就是你其实打得比较菜狼 对吧 猎人打猎人 真的很好打 他就是一个隐藏之一 他胜率为什么第一 就是因为猎人 在这种第一分段 他乱杀呀 他的操作很简单 很适合模型上手 然后对面玩 之后很难的卡组 他一定会犯错 为什么盗贼 胜率倒数第二 就是因为他太难操作了 他的胜率被很多玩家拉下去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吗 这手 这手开始我已经有点看不懂了 我感觉这一把可以做成 那个复盘去投到B站上面 你看这又在让节奏了 哎你为什么要收这个呢 为什么不收奖品呢 也没有战怪 对吧 就一直一直在让节奏 其实你只要第一手 不打错 这个猎人他可能都活不到 活不到 活不到六分 这我觉得就已经抢死了 至少你现在这个场面 对吧 至少你的血量 多个十点 场面多个四个怪 不过分 至少你的血量在16以上 然后你的场面多四个怪 然后猎人少十点血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 打猎人真的不劣势啊 那没了呀 我问一下这个水游他在不在看 这里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我觉得到这里已经没有补救的机会了 因为只有九连血 然后猎人王是七连血 后面都是垃圾时间了 然后后面到最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下 这位水游有没有伏笔的地方 这里有什么可以把场面解完的方法 这里 就我觉得这个水游他有一个地方 大家不对 就是他对于奖品对头者和暗影部这个配合 了解的比较少 我再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个细节 你们除了任何时候 就是过牌最优先之外 养成这个好习惯之外 就是你准备打奖品的时候 你要你自己要心里默念 我打了多少张牌 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每出一张牌 我说一 然后把它打出去 它是一 然后我再打第二张牌 就是二 你这里有三个奖品 其实是可以把场面全解完的 但这九连血肯定要被连人抢死了 如果你还有15连血的话 我觉得还有翻盘的机会 但你只有九连血 那我觉得是必输局 哪怕找个八甲 我觉得都不太能活 就你现在的书面已经高于90%了 坏了 这里可能他会拿冰冻 这里肯定要返场 就是这个水游他犯了一个什么错 他犯了就是他一直在结场的错误 他没有返场 他没有返场 你打一个强血职业 你光选择结场你不返场 你肯定是崩的 而且就是他对于这个combo的理解 没有特别到位 你看光用法术控场 但是你没有占场面 如果你但占场面 那猎人他就要结场 压力就是在猎人这一边了 在猎人结场 对吧 他会把伤害浪费在场面上 那他打你点的伤害就会更少 本来你们两个血量应该换一下 但是你这个失误太大了 真的打猎人不劣势 就你们不要再死心我 比利君怎么打电人了 我要把这期做成复盘 让大家公开处心一下 看情况吧 就这一期或者是刚刚那个 那个视频我可能会选一个 然后后天 做一期复盘 这已经翻不了了 这个场面解不了 就垃圾时间了 刚刚可能还有一个把场面拿下来的机会 现在已经失去了 不过这个至少这个水友 他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一个 他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 就是你今天看完我这场复盘之后 你拿回去再去玩 你打的肯定不一样 你肯定能上分 对吧 你就会 你会有一种 哎呦 我一下子进步这么多的一个 一个一个 小确幸 有那么丢丢幸福感 会感觉啊 我这个打牌再变得更好 对吧 这是一种进步 对吧 觉得学到了 可以把学到了三个大字 抠在宫廷上 然后背包里呢 对吧 这一波 你们不把背包里的 磨磨叨撒一下 免费礼物可以走一走 主播感觉你 请人帮你做复盘 或者高端局思路 感觉你能直接收入起飞 不 我这个复盘是 免费帮大家复盘的 呃 我我我之前说过了 就是我说免费帮大家做 我就会免费 免费帮大家做 除非就是你们 想要上视频 对吧 上视频可以考虑 这个就未来再说嘛 就比如说你给我开个手 我可以帮你定制一期视频 但是 所有的复盘投稿 都是免费帮大家 大家去弄的 因为这个我不想做成 做成做成付费的容量 好戏好戏 谢谢好戏好戏的摩摩达 大家背包里的免费礼物可以走一走啊 什么摩摩达笔信可以送一送 可以帮大家就涨一下这个粉丝牌的等级 对吧 也可以帮主播涨害人气 喜欢主播的话 不妨花一块钱办一个牌子 对 每天可以参与这个弹幕抽奖的 这个 对吧 打猎人一定要留冷冻智慧 可以解他二费的组装蓝教师 对吧 有拍子的兄弟可以享受 咱们直播间优先的一个 复盘的一个权利 什么东西 我想直接跳了 别来暗影步啊 我都要吐了 这什么东西啊 别来暗影步啊 卧槽 碰一个随便赢的对军 你不要赢我呀 不可能解得掉我的 开玩笑 打这个职业真的随便赢 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输 我想拿个一费魔像 吸血是必拿的 怎么输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输呀 你们为什么觉得是烈士呀 我昨天已经复盘了 复盘 这个不是高分段呀 120名能叫高分段吗 我70名 我都不好意思 叫自己是高分段 卧槽 这能较高分段吗 我真的感觉随便 我三个女八 他打个屁 还有一个新血 回六血 对吧 我女八出的稍微好一点 他可能就看不懂了 他真的 他打个屁股 就 没机会了 好吧 这猎人 我还有回血 而且我这回血还可以配合扫板 回 这个东西可以回十一 就你们打不对 你们可能是大局思路出错了 想一想 继续女八吧 但我这里要交扫板 你不要这么胡呀 你这么胡 要卖扫板吗 那我扫板有点想留给他了 他出的太好了 我操了 不知道怎么打了 我这样打吧 我多个底吧 我多个底 真的就打这人随便赢啊 我操 不知道怎么输 这个对军 你碰到大贼 乱杀这个职业好吧 我这个打40本的加护甲了 我这个可以打自己加护甲 他不可能打得了时间学 打猎人太轻松了真的 打猎人这个职业不可能输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复盘内容了 大家觉得在复盘结束之后加上一个我自己的实战会怎么样 这期主要跟大家讲的是猎人的思路和结场细节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发送你下期想看的对局讲解 点赞过一千更新下一期 最近我用圣骑士打回了国父前十啊 除了盗贼圣骑士也开放了这个复盘投稿 奥米奇圣骑奇的复盘都可以投 其他卡组的复盘我倒是也能接 但是我自己想严苛要求我自己 我只会给大家复盘我能轻松打上国父前十的卡组 毕竟只有我自己本身能打到高分段 给大家做的复盘讲解 才会有说服力和重量 那么接下来是 投稿须知 B站或QQ私信我如是盒子或者官方插件的录像代码 附带文字 著名对局卡组信息和是否获胜 投稿职业不限但盗贼最佳 最好是我视频推荐里的卡组 毕竟解析起来更专业 别的职业我顶多也就传说前50的水平吧 输赢都可以 但越复杂的对局素材越好 每天晚上10点 我会在直播间选取在线观众的投稿 免费帮大家进行复盘 一天大概会复盘一到两个小时 大家都有机会上直播 素材好的话会被我后期加工成视频 传至B站公开处刑 当然了如果你特别想吃小铁士处刑 也可以直播间刷礼物 我会对你定制复盘视频 不过这个节目会一直免费帮大家复盘 而且复盘永远免费 报告成功我直播复盘时会在B站私信里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一键三连加关注 传说登顶不是梦